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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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來 《移民熱新時代》的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說一些 移民了去台灣的勇武派香港人 勇武派 他們很厲害 他們豪然說他們不怕屎 甚麼不怕屎 我托你 你別走 不 他說不怕死 他怎麽不怕死 甚至乎是願意上戰場打解放軍 這麽厲害 那時候為何解放軍去撿磚頭 他們走 真的不明白 更加笑是某島人士 即是台灣人 怕打仗 怕死 笑他們怕死 結果被連登仔揭穿了真相 反而笑回這些勇武轉頭 到底這件事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這麼搞笑 連連登仔都不幫勇武派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這件事是由美國的一些報道報出來的 都是關於台灣的選舉 在台灣選舉期間是報出來的 不過這段影片 我遲了才跟大家說 美國的美聯社就說 而台灣的港人做了首頭族 普遍支持執政黨 即是支持賴清德那邊 民進黨 他說不願意台灣重蹈香港的覆轍 從道 香港的覆轍 從道 從道 在今年台灣的選舉中 有一班身份是比較特殊的選民 因為其實他們普通話又不好 又不懂台語 又不在台灣長大 他們是甚麼人呢 就是在香港 反送中暴動之後 他們犯了法 但又不想承擔法律責任 接著就移居去台灣的香港首頭族 甚麼叫首頭族呢 就是第一次投票的一班人 美聯社的報道就說 移台的香港人目睹香港是怎樣的改變 所以現在在台灣那裡的選舉 普遍是支持這個民進黨 但你看不到民進黨怎樣 騙那班香港的暴徒嗎 那看到今天怎樣 看到他們就當 隻眼開隻眼閉 很明顯的了 OK 報道裏面就說 雖然他們看到 他們說 雖然台灣 對香港的移民政策 是收緊了 但是美聯社 依然是訪問了十隻 由香港移民去台灣的人 那十隻人 基本上大多數都是堅定地支持民進黨的 原因是說 民進黨堅持著台灣的自治地位 喂 其實 其實香港都是自治的 高度自治的 港人治港的 其實一國兩制是真的可以給台灣使用的 他們都可以做回高度自治的 OK 不過當然他們可能不懂這件事 曾經是 反送中的暴徒 叫做洪俊明 他就說 他因為擔心在香港 他犯了法被捕而移民去台灣 他說他是非常之珍惜 今次台灣選舉的機會 他說這件事在香港 從來未享有過這些選舉的權利 所以他今次是非常之珍惜 今次台灣島選領導人 這個活動 因為他說香港的特首 即香港的行政長官 是由選委會產生 而且大多數選委會的成員 都不是香港選民選出來 有部份還要是由政府委任 錯了 政府沒有委任這些選委會成員 是由不同的方法去產生 不過他們可能是 有一些人在做政府的公職 所以 他其實是知不知道 更加知不知道的是什麼呢 他說 哎呀 香港是沒有選領導人的機會 不是沒有 當時如果他們過了831草案的話 其實他們真的可以 即大家 不是他們 是大家都可以一人一票 選行政長官 幸好他們泛盲泛部派 是沒有過度 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今天 是未必可以是有23條議程出來 這些是他不知道的事情 不要亂說香港沒有 香港是有 不過是被泛部派否決了 這個洪俊明 他現在移民去台灣之後 積極參加台灣的政治 好啊好啊好啊 加油啊 你真的要積極參加一下 是啊 他除了搞這些 他們還會搞些什麼 不知道 他加入了台灣的基進黨 差點信我基民 基進黨 想讓台灣人了解 香港的選舉經驗 提醒台灣不要走上香港的老路 是啊 有些方案如果他們否決了的話 以後 那條可能是對他們來說的不歸路 有些事情真的不可以做 例如犯法 他們現在就是走一些不歸路 是不是 報道裏指出台灣 是中文世界言論自由的避風港 你都傻的 你去台灣 你就知道 真是言論自由 你別傻了 他說過了三年裏面 有幾萬人是移民去台灣那邊 大多數對香港自由環境 他們覺得 大多數人都對香港自由環境 那個的侵蝕 很萬分的驚訝 神經 我依然很自由 在黑暴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自由了 他說中共承諾 五十年不變 但是 他說現在很失望 他們現在所以就要走了 他們要走 不是關乎於 中共對香港的承諾 不是關乎於香港的制度五十年不變 是關乎於他們犯了法 但是他就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香港人 對台灣的移民審查的程序 是感到很失望的 他說當局因為憂慮很多 不應該憂慮的事情 例如中國社叫做滲透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他們真的不應該憂慮 因為台灣本身就是中國的 為什麼滲透 我鎖你天空 鎖你海域 接著直接進來就可以了 為什麼滲透 愚蠢 他說台灣有很多不同的擔憂 好了 對香港人移民審查是非常嚴格 部分香港人更加被他們拒絕 批准居留權 特別是曾經在香港政府工作過 或者是在中資機構工作過的申請人 得到永久居留權的過程是不透明 而且是很免費 用了很多錢 用了很多時間 又不透明 令到很多香港人感受到非常挫敗 自2020年1月至2023年的年尾 一共只有3萬7千個人 是拿到台灣的短期居留身份 3年裏面只有5千多個人獲得居留權 真是慘 真是慘 即是2020年1月 2020年1月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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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明白的 你現在又明白嗎 你有體諒嗎 為什麼香港你不體諒政府 在台灣你就體諒政府 所以他們其實是很適合在其他地方生活的 因為他們喜歡扯別人的鞋底 扯一些壞人的鞋底 他說可能是因為有政治因素 我們告訴他們 反那些軍嗎 那時候叫做反修例暴動 是有政治因素 你們不聽 反而你們現在揣測說 台灣不讓人移居過去是有政治因素 那些雙重標準 雙重道理真的沒得頂 他就說 在安全和經濟政策裡面 他選擇這個領導人 主要考慮這些事情 他自己的安全和經濟 所以他一定會投給賴清德和昔未禽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會支持任何親中的政黨 我想說他自己都是中國人 他在說的是中文 你知道他自己在說什麼嗎 另外一個33歲的移民到台灣的港人 他叫他自己是 nothing 可能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真的是 nothing 他就向美國之音說 他在這個反修例暴動裡面 擔任這個義務急救員 至此就和親中外黨的家人分道揚標 他就不認祖不歸宗 亦都不管他自己老爸老母 他削骨還褲削肉還沒有味 沒有 他曾經在台灣讀大學 回到台灣拿到身份證 那一刻他就鬆了口氣 因為很多人都不能回去 回去都不給他身份證 他說當時做的事就是 想致願做服役 服兵役 以一己之力捍衛台灣 厲害 他說他不怕解放軍 還想借下他們 那為什麼你那時候要做義務急救員 你不就直接做那些什麼拼 扔炸彈 扔那些東西 還有解放軍出來執尊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去打解放軍 你現在去到那裡就說 我夠僵啊 我不怕死啊 我夠僵啊 你真是 好東西啊 亂來的 他說台灣有很多朋友都不想打仗 和平好了 不要打仗 那他就說 你不打不要緊 我來啊 你怕死而已 我不怕 我怕你會打仗的 你沒有還 你在後面 做什麼義務急救員 唉 你真是壓 慢慢回去 OK 他丐炭 香港現在就不行了 如果台灣就相信中國的話 政治傾向親中的話 他就會失去了選擇權和發聲權 什麼叫選擇權 即是說他可能又要走 OK 然後他就說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國兩制 因為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我們現在香港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都很厲害 他說現在台灣是很好的 一人一票 但你真是覺得有得選 一個 我都說了 爛到有蟲 的蘋果 爛到發臭的橙 和爛到會滴一些綠色執液出來的你 你現在是選擇一個 這樣叫民主 我給你選擇 你選擇一個 天天吃一個 也好 可以選擇 哦 哦 ok 這樣叫我選擇 ok 沒辦法 這些智障 我們搞不定 ok 接著還有一個 重勁 他叫做 徐承恩 他說他自己在2022年11月 就成為了台灣的公民 他就說 拿身份證那天 被他自己稱為第二個生日 為什麼他拿到這個公民資格呢 因為他是香港的傳課醫生 他有醫生的執業資格 ok 那不怪之得 那他現在怎樣 他現在在台灣 做著公共事務 那是什麼意思 那很明顯 他現在就是說 在台灣那一部 那裏是做著醫生 那就是他自己不會擔心他自己的生活 他也是有些貢獻的 那所以 他就可以留在台灣那裏 跟著這個徐承恩 就說了 那投票的時候 把這張票投入去 選領導人的時候 他說他就這樣 就成為百分之一百的台灣人 台語都不會說 自己成為百分之一百的台灣人 ok 他還在廣東話接受訪問 他覺得他投了這票 他就是 跟台灣一起共同面對這個命運 是嗎 做醫生 都這麼愚蠢 幸好他沒有在香港做 幸好 另一個叫做Catrina 他就在2022年的時候 就經投資移民去定居台灣 他跟美聯社表示 他很欣賞蔡英文 很欣賞 尤其是在2019年反修例暴動的時候 他說支持這個暴徒 所以他就覺得 他跟這個民進黨和蔡英文有共鳴 所以就打算去投票 結果 他沒得投票 那我投票怎麼辦 他就參加台北舉行的造勢大會 他說 有些人不喜歡蔡英文 用很尖銳的字眼批評他 他覺得不應該 你在香港 你不喜歡建制派 不喜歡警察性那些 你們不是批評他 你起他底 你起他全家底 你打人 你欺負別人的信箱放蟑螂 你別人的家門放死老鼠 你現在說批評 那不好 批評就不好 那些什麼雙重標準 大哥 另一個就是 政治大學的公共行政學系的教授 雖然民進黨有很多不盡人意之處 但是很多議題的港人 仍然是選擇要支持他們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不支持他們的話 被其他政黨上去的話 對於他們的移民政策來說 可能更加之不利 那沒辦法的了 即是他們 他們的袋 是 前袋也好 什麼袋也好 都是掌控在別人 尤其是民進黨黨的身上 所以他們是要 無奈之下都要支持他 還有一個72歲的 香港民主黨前區議員 叫徐白帝 參加了一個選舉 選新北市的參選立委 他接受訪明的時候說 這個不可能的任務 只是盼著選舉的熱度 希望香港人可以在台灣 再備受關注 即是怎樣 沒有 即是差二歲了 退休了 那也有空 那就拿些時間出來 花一下 燃燒一下生命 即是愚蠢到 都不能夠再形容 即是台灣這些選舉 我自己認為 是一個非常之不成熟的選舉 當然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只是覺得這幾件事 都很好很好很好笑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上好 留言訂閱民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